第一種類型是跟這個公民社會的夥伴 訂一個social contract 就是我跟你訂一個約 我要這麼做我們的城市 我要這麼建設經營我的城市 否則所有人任期這四年 下一個頭頭就已經幹掉你的東西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哪一個城市能夠持續的落實它的品質 不可能的嘛 你一定要去訂一個social contract 這裡面有好幾種方法 下一頁 我們看紐約 紐約在規劃設計的時候 它的planner 你一定要有一個master plan 用master plan 跟修改master plan 執行master plan的due process 法律程序 去控制理想跟價值的落實 紐約那麼美 當初在設計 200年前設計這個城市的時候 他們就講說我要用一個綠色的項鍊 把紐約市圍起來 項鍊上面最大的那個鑽石 就是中央公園 它是重規劃 我把藍圖批畫起來 然後逐步落實 下一頁 上海 上海 上海它借普通 把一個頹敗的城市 翻起來 政府出了很多錢 也結合了世界各地的地獎 企業 價值跟價值跟價值的落實 下一頁 那不管是怎麼樣 城市的經營 各位站在這一個關鍵位置 你其實是想對全世界講一些話 對不對 make a statement 我有話要說 台北有話要說 我其實是如何如何 我要告訴你 我的價值 我的智慧 我的能力 對不對 很多城市 都是從make a statement開始 哪怕是一丁點 從一個點突破 然後想辦法結成一線 再整合層面 你這樣才能夠奠定百年的基頁 下野 好 我們看澳洲 澳洲看來看去 雪梨除了那個歌劇院 也沒有什麼其他的東西 但是歌劇院就是他一個 單點突破的策略 你才慢慢把其他的東西 整合進去 下一頁 寧波 好 我們就講說 寧波市政府當然也是在 國際案例評比完了 這個benchmark完了以後 他學到了 所以他的市長講說 他一年要為這個城 做一件令全體市民驕傲的事情 然後逐步把一年一年 一件一件驕傲的事情 把他整合起來 所以寧波城已經跟以前很不一樣 一點一點來 那中間再透過 跟其他的中央政府 結合起來的大型的建設 讓他在區域的地位 能夠快速提升 下野 那我們在經營跟發展策略設計上面 已經有的在手的資產 千萬不要輕易放棄 下野 波斯頓 他把他 這個 波斯頓哈佛裡面 T-Carty 就是美國獨立戰爭 開始的這個歷史的文化 把他充分的 軟的 硬的結合在一起 變成城市本身特色的一部分 下一頁 Miami 在佛羅里亞 什麼都沒有 那他說 什麼都沒有 就是我的特色 因為什麼都沒有 我只有 好山好水好天氣 他就把 好天氣這樣子 經營成 美國一個重要的 休閒度假的地區 下野 那 有了 逐步 透過一些策略的突破 一些點的突破 一些strong statement 你要開始 持續的累積跟延伸 你的優勢 我們看下一頁 巴黎 還有很多 國際性的 這個 建設 過去光榮的歷史 海旋門 為了紀念 拿破崙 這個大勝 那後面的人 密特朗 他就說 法國總統的責任 在他任期之內 為巴黎 做一件光榮的事情 那所有事情都做了 羅浮宮 蓋了這個金字塔 那其他做什麼 他就在 凱旋門的對面 蓋了 the forms 對不對 那用現代的科技 建築的技術 跟凱旋門相互呼籲 那中間 古代 現代 也有一些呼籲的地方 也有些呼籲的地方 要承認 那些人 都是 這個 有些人 的 有些人 感谢观看